谁说欧美要放弃坐电车了 怎么可能呢 他最好真的像你们说的是要放弃 千万别说到不做到 对吗 真敢喊 你以为这个口号喊出来 他放弃的只是电动汽车 这四个字这么简单吗 我们武断一点说 如果真的放弃发展新能源汽车 几乎等同于放弃了 整个未来科技工业的发展权利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有多长 各位 光涵盖的科技领域的赛道就有好几条 你说放弃就放弃 这就好像什么 就外国人跟中国人竞赛 做中餐馆 那肯定做不过 对不对 做不过怎么办 把餐饮业整个给进了 那能行吗 你注意他放弃的 可不只是炒菜做饭 厨房里的那点事那么简单 是不是从食材到加工 从调料到配方 从运输到仓储 从锅碗瓢盆到整个种植业养殖业 你全都会陷入落后 所以如果放弃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你看首先会受影响的 就是整个大新能源的布局 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 它的城市设计 城市规划都会落后 还有电池相关的新材料 先进材料 特种材料 智能控制 智能驾驶相关的 人工智能 AI对吗 高端通信 6G对吧 雷达 光芯片 量子芯片 精密制造等等 那是对于整个未来的探索 你以为电动车只是电动车吗 他说放弃就要放弃 他是真的要放弃吗 他敢放弃吗 我跟大家说 他就是无能为力而已 所以各位这回你是真的知道 你的国有没有高科技了吧 对吗 就到了现在 还有很多质疑中国的科技创新的 那就是对何为新制生产力 何为高质量发展 一无所知的 那就是已经处在被时代淘汰的边缘了